台东成功镇传承90年的老饼铺福和城 以红阿变为主打商品 在第三接班人红小龙手中 开发出多款新口味 其中一款洛神花 红阿变使用在地浓缩洛神花 加上蔓越莓果酱入饼烘焙 酸甜香的好滋味 获选了110年台湾饼创新竹的殊荣 层层分明的酥染外皮 包括着淡红色的洛神花内馅 入口瞬间带有饼香和酸甜的风味 简直像极了爱情 好味道也获选110年台湾饼创新竹墾丁 为了要增加它的香气 我们还加了一些蔓越莓的果香 加了麦芽 还加了白豆沙 当基底就调和 在甜度跟油脂的部分 我们也去做不一样的改变 让它整个跟饼皮跟馅料 还有跟洛神花 整个香气的层次感能够更丰富 这款名为酸甜洛神的风宅饼 出自台东成功镇 传承90年的老饼铺 符合城 第三代接班人 红小龙以白豆沙和麦芽糖为基底 再加入在地农产洛神花代出酸度 蔓越莓提升果香 花费两年时间成功研制出独家的洛神花风宅病 开创老店新生也支持小农产品 用我们在地的东西就会增加 带东这边的那个产业 它不只是老店而已 它主要是能够创新 因为只有创新才能够继续传承 继续往前走 用纸卷包装的风宅饼 是台东古早味糕饼 制成耗时费力 但符合城却是少数 以风宅饼为主大的饼铺 经得起考验的好味道 在第三代接班人 红小龙手中 柔和台东在地食材与饮食文化特色 诞生了洛神花风宅饼 成为台湾饼的代表之一 也持续传递着老店 所坚持的幸福和成功滋味 记得上下回城公正报道